另外,華大基因驗出30宗初步陽性個案 由一人仍未有福檢結果 27人福檢之後,病毒以及抗體測試都是陰性 只要有連續兩個陰性結果就可以出院 他們78個感密接觸者亦都會陸續解除隔離 另外兩宗確認是陽性都是輸入個案 分別是41歲女人由菲律賓底港 以及56歲由荷蘭道港的女人 他們是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隔離檢疫 到大有N501Y變種病毒 另外早前有兩宗確診 月初分別由東莞和福建回港 他們的樣本16號加華大檢測 福檢之後發現是陰性 衛生署說要再了解是否華大 檢測已經出問題了一段時間 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玉 向受影響的人致歉 我首先也想借這個機會向所有受影響的市民 是抱歉 非常之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做出了很多跟進的了 昨天袁教授和衛生署的同事來到我們那裡 是高呼了我們所有每一個最小的流程 亦向我提出了一些我們應該留意的地方 我們自己在他離開之後 亦是再重新檢討一次 個個突然之間都不一樣 我想這個藥本抽出來的程序 就是你放一枝等著一枝針下去 抽一枝針出來 放到另外一個測試器那裏 當然 袁教授覺得可能太多了 我們會立刻作出調整的了 沒錯